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来三个角度走出迷茫 参透恋爱 婚姻 工作 学业 财运 健康等问题 最终拥有圆满的人生 数千年来 透过他丰富的奥义 坚实的心理学基础和理念的预测 忠实的玩家透视了命运的反复 人生都无常 最终将人生的过去与未来全部掌控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成为塔罗的追逐者 招呼规则 请在心中默念这个问题 然后从下面牌中平直觉选出最有感觉的一张牌 切记不可反复挑选 牌从左到右因此为A B C D 塔罗牌的背面都是一样的 需要你通过自己的感觉指引选择 选好往下拉塔罗牌A 月亮抽到这张牌的人 与内在的安全感有关 很有可能你吸引来的另一半 它也是非常需要安全感的 不过这张牌也表示 你们是无法从对方身上 或许真正心里的稳定 这像是个无底洞 永远都填不满 这是一张看似有难度的牌 因为你真的很难了解你的情人 真正在乎的是什么 月亮牌也是在提醒彼此 你或是你的情人情感模式 深深的受到小时候母亲的影响 这跟好坏没有任何关系 而是在感情上的许多层面 有可能跟父母的想法与世界会有雷同之处 你需要花多点时间在彼此的心灵上的连结 这或许才是对方所需要的 测桃花 测一元 测星座 战复核 可以关注公众号塔罗是一群老师亲自为你占卜 但罗牌二 恋人其实你是很清楚情人在乎的是什么 但目前你们很有可能 这处于一种魔盒的阶段 所以常常都会有种口是心扉 或冷战的状况出现 但其实彼此是越来越有默契了 这样的默契其实并不只是像情人一样 甚至有时像是两个很好的朋友 对方在意的是你有时 不只是把他当情人而已 也要可以讨论很多事情 也因此在沟通上对现阶段的你们是很重要的 毕竟在很多地方上要达成共识 是非常需要耐心的 但切记不要太过依赖彼此了 反而忽略了有时 是需要彼此独立的一些空间 测桃花 测一元 测星座 战复核 可以关注公众号塔罗是一群老师亲自为你占卜 卡罗拍三 太阳情人其实最在意的 是关于在感情中 你是否开放 这样开放的意思 是你或许上看起来是很开心的 对很多事情都充满认真要 也是个非常好聊天的对象 但在感情当中 不只是只有这些而已 是包含许多喜怒爱乐的 你需要愿意去分享关于你自己的部分 不单单是你对别的事情的看法而已 分享自己或许会真的不是很容易 但你是更容易用开朗 干许多真正感受的人 图片中的孩子看起来是非常单纯喜悦的 但这并不是说外表喜悦 而是我的身体与心情 是对自己坦诚与接纳 相信情人会很开心跟这样的你相处的 测桃花 测音源 测星座 战复合 可以关注公众号塔罗水晴老师亲自为你占卜 塔罗牌4 恶魔抽到这张牌 要先问一下你或是你的情人 是否真的在意感情的状况 还是是用金钱 成就 掌控之类的来衡量感情 例如 你一个月赚3万 那这就是你的价值 因为在感情上 你顶多一个月花3万 或是我无法给太多 因为我只有这些的想法 所以这样时 我们会预来预不清楚到底情人聊的是什么 这张牌其实跟单纯的想了 玩耍是有关的 越简单 越清晰 不要有束缚的测桃花 测音源 测星座 战复合 可以关注公众号塔罗水晴老师亲自为你占卜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